嘉义普子佩丁宫附近发生了这住宅的火警 疑似是在民宅二楼的木造建筑起火 结果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还延烧到隔壁一名六十多岁的妇人 平安脱困 但另来关系的是 消防队赶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大火已经从二楼窜出 烧到了一楼 还延烧到隔壁的木造建筑 这火势延烧相当的迅速 一名六十多岁的妇人脱困 不过看到自己的房子都陷入了火海当中 他非常的着急 出不了解 疑似是二楼的神明厅当时正在拜拜 是是因为电线走火的关系 酿成了大火 现在还有待遇期 还没关系 我们就往一走 今日は参加比较晶子来说